你觉得自己三十余的现在老油条吗 就是没那么老 但就应该在锅里面炸了一会儿 那你觉得这部机播出之后 自己会不会又会被冠名成跑小弟 冠就冠名 我觉得我就拔不得大家多关注 多有一些话题 你觉得自己是社畜吗 我应该绝对不算社畜吧 对我觉得我应该算家畜吧 hello 各位搜狐视频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马尔 赵友廷 那先跟我们说一下最初是 为什么会决定接下吴克芝这个角色呢 就是看到这个剧本然后觉得特别好 剧本好看 角色也好看 然后我特别喜欢他 有那种想要传达很多正能量的那种感觉 就觉得拍一部这样的戏 其实自己心里会很舒服 再加上表演空间也足 有很多挑战的地方 因为其实看着是有点暴躁 说话也不是那么客气 这跟你应该挺不像的吧 完全不一样 对 就我 私底下讲话就是这样慢慢的 然后比较安静 然后我觉得我遇到 让我不舒服的事情 往往都是一种冷暴力的方式去处理 所以当时怎么进入角色的呢 但也不是没演过这种 就是很冲很放的这种角色嘛 对我来说还算还还蛮容易进入的 就是那种爆发力啊那能量的机遇 我觉得还就很累 但我觉得我还蛮熟悉的 欺负我就算了 那你觉得你跟无客之声上有相像的地方吗 有很多 我觉得最大的共鸣点就在于 就是特别有原则 然后特别有信念感这一部分吧 就是很坚持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跟走的路 然后不愿意妥协 你如果自己在这种职场里头 就是有点像甄嬛传那种感觉 你觉得你自己能活到第几次 我不知道啊 我觉得我应该前两集就要走了 反正就领便当了 对 所以你觉得自己不是个那种攻心计的那种 对因为我觉得就特别累 但也不一定 就是我那种 这种扮猪吃老虎 人家觉得你这特别无害 你知道吗 说不定莫名其妙活到了最后 也有可能 你现在说就是你觉得这个角色 就是可能之前也演过类似 脾气有些报道的 你是指的是哪一个 很多吧 各种咆哮啊 智青春的咆哮 你神经病啊 搜索里面有咆哮 你让我才能活和你 你欺负谁啊 然后痞子英雄那个咆哮 是每一集都在咆哮了 对 你觉得现在自己咆哮会更加的熟练了吗 对我觉得就是掌握的稍微比较好一点 然后也最有帮助的是 知道怎么去咆哮不会伤到自己嗓子 因为这负担真的很大的 对 那你觉得这部剧播出之后 自己会不会又会被怪名从咆哮店 灌就灌呗 我觉得我觉得巴不得大家多关注 多有一些话题 帮我们宣传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值得大家看 刚好有没有像生意球俩有点被受欺负的感觉 我就比较幸运的没有 就是可能当时的环境 然后 因为我爸又是一个知名的资深艺人 所以当时没有人就是会对我怎么样 然后我觉得 然后我们拍的戏又是菜脏拍的戏 然后我会牵到他们公司 所以就是大家对我就是都很关照 那可能自己的表现也就也到一个平均之上吧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对我蛮有包容的 你应该那时候也会像生意球那么执着吧 就是对于角色 非常 那时候就会 就真的什么事情都很执着 然后很在乎 然后不能错过任何一个机会 然后就想要把自己调整到永远都是在最好的一个状态 然后那个鞋崩得特别紧 其实很危险很容易就崩了 因为那时候拍每天 皮子英雄的时候是拍每天可能平均16到18个小时吧 然后三个组轮轴转的那种 然后其实已经非常累 你不敢说 就觉得大家都在等我 那我如果说我很累的话那怎么办呢 就上 然后有很多打戏 然后就有一次我记得 就是已经真的已经累到不行了 其实跑步已经跑不动了 但还是要拍一段追逐戏 然后就发现自己就一跳 一跃 大腿筋 就啪的一声 就是那时候不知道那怎么回事 然后就特别疼 但我还是接着跑 然后跟大家说 很多时候很难受 然后就也没办法 就把那东西缠得很紧 然后就接着再跑 就其实真的很痛 但也没办法 就是 但就会看到 那现在自己就不会了嘛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 是怂或什么 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一个选择 如果今天真的出问题的话 还有那么多场戏要拍 那怎么办 谁来负责 所以现在的话就是 你觉得自己三十一分喜欢老油条吗 就是 没那么老 但就应该在锅里面炸了一会儿 对 你觉得你现在自己的状态 上去的哪一个人 可能 也有点像那个林雨明 就是他 不能说他很超然于这个东西 或什么的 但他在乎的更是 四足的和谐 他在乎的更是他跟他身边的人开不开心 就大家开心我就开心 我无所谓 就是 我永远生不了吃 加不了心 那也没办法 就是大哥好 新来的小弟也好 那你就开心就开心了嘛 就是 是那个氛围 那种家庭感 归属感更重要 我觉得在这方面 我可能比较像他吧 那因为 其实看着这个会 大家会联想到社畜这个词 你觉得自己 自己是社畜吗 我应该绝对 不算社畜吧 对 我觉得我 应该算家畜吧 怎么在家里头 现在就是 当奶爸是吧 对啊 而且我很享受我在家里的生活 就 无忧无虑的 自由自在 然后 就是 就很喜欢那种 没有压力的生活 然后 明天 没有安排 后天没有安排 大后天也没有安排 就觉得 哇好开心哦 那照顾小朋友 不会觉得很累吗 很累啊 当然很累 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原来自己在待 嗯 就是我是就是 适当的出一份力 对 因为很多时候 就我出力 也帮不上什么 帮 所以 但你应该还会跟小朋友玩吧 当然会啊 当然会啊 但是你觉得生完小孩 自己会有一种中年人的感觉吗 但我没有觉得自己变老 而且我觉得我到现在也没有什么 真 就太有父亲的一个真实感 但就是可能会夺一份责任感吧 嗯 所以觉得自己现在还是一个少年 少年 有哦 我觉得有部分还是挺少年的 嗯 所以有了宝宝之后的话 是会觉得更加幸福 还是说有了一份就是 就感觉有了一份责任 有了一份压力 那种 觉得是幸福的责任 对 然后因为之前圆圆姐 上那个直播嘛 就说你们不过七七节 所以 所以你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吗 不是 两个人都忘了 就是那也没办法 就每天 我们的重心都不是在浪漫上 但我觉得偶尔还是得有一点 对 但 这个就确实是忘了 对所以现在圆圆姐会比较负责的 就带小孩这一部分 你会鼓励她多出来 就是接一些工作 我会啊会啊 因为我自己也是她的粉丝 所以我就一直在鼓励她说 希望她能够 再拍一个作品给大家看 对 然后其实大家可能每次圆圆姐出来 大家就可能会就是 都会聊到你啊 你对上的身份 就是这样的这种 你是不是会开心还是说 就是说 有一点负担那种感觉 不会还是挺好的呀 我觉得挺好的 我们俩 好像面对 大家 就都好像都是 共同体的那种感觉 就是想到我会想到她 想到她 想到她也会想到我 就这是事实啊 没什么好回避的 然后你拍这个戏 跟那个白晶廷合作 感觉怎么样 很好 非常好 我觉得她 她也是 也是一个 体内住一个老灵魂的那种人 嗯 你也是体内住一个老灵魂的吗 我觉得自己是 对 就是有点少年老成嘛 然后 在很多方面真的都很像 所以我其实 合作得很愉快 两个人的频率啊 审美啊 节奏啊 什么都搭得上 就是我觉得 哇 那还能要求更多嘛 对 所以你是老年去逛超话什么吗 逛 超话 超话你知道什么 超级话题 是吗 对就微博超话 我当然知道 好虚伪 我知道 我知道 你都不会放微博的是吗 嗯 就是 我从得知 就是当我上线 粉丝会知道之后 我就更少去看 因为我会觉得 他们会以为我要说什么 但其实我没有 我只想要去凑个热闹 所以我每次都得 按耐住自己想要去 去看一些东西的那个东西 然后久而久时也就忘了 就微博看你都是各种转发 完全不一定会 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呀 现在在 就你得特别小心自己说什么吧 所以我觉得还是低调有点好吧 反正本来也就低调 没什么想表达的 所以现在不开心话 平时都是干些什么的 带小孩啊 带小孩啊 你怎么会做什么游戏吗 嗯 就该做的都做吧 然后 其实 也有 很多自己的时间 可以 看剧本啊 就一直疯狂的在看剧本 然后看剧啊 看电影啊 看书啊 什么打游戏啊 就都做 然后今天也提到就是说 是导演 因为爸爸是导演嘛 所以大家都会说 这样的资源很好 就是可能有人会酸 所以你觉得自己 对这样是一个怎样的看法呢 真的吗 我也是以为我是 以凭实力说话的一个人 没有啊 而且我爸不是 不是导演啦 就是 对反正 我觉得资源好这个东西我不可否认 但 我也不知道 可能 你靠近你实力 我希望是如此啦 就确实 公司也挺厉害的 对公司 同事都非常优秀 对对对 哈哈